我沒想說約李靜蕾出來看 最近需要出來接種 呃 今天是女人 今天是代家人 Janet超勝貓不敢揪李靜蕾 唐從聖年前才碰面 明驚成探無常 百老會音樂劇貓 全年因疫情影響 以後至今年才演出 日前在小巨蛋開演 吸引不少藝人刀場超勝 本身是貓迷嗎 是 本身是貓奴不是貓迷 那妳有期待想要看到哪個唱歌 歌舞劇大部分 還是會給人比較歡樂的氣氛 所以裡面比較重情感的戲 譬如說像老貓 老貓在讀唱Memory那段 應該算是我最期待的吧 這個音樂劇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 每一隻貓都是主角 然後它的環境又是唱英文的嘛 然後就讓你覺得好像 置身在國外 就一個小小的確信吧 我第一次看貓期待 因為我有先做一下功課 我在年紀很小的時候 有曾經為了追這個劇 然後到了 然後但是一到 一下飛機之後發現 我喜歡的那個 這個戲已經就是下榜了 然後所以這次可以來 我覺得很開心 好 很久不見啊 那一兩年都還在忙著你嗎 這一兩年啊 我幾乎都是在家裡 呃做很多的運動 做菜 所以其實呃 應該跟大家都一樣吧 準備 1 2 3 2 3 2 小朋友我上次沒 我們就是有給他看一點點的片段 然後有放音樂給他聽 可以想說約你聽人知道嗎 蛤 最近需要出來做什麼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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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就是因為 你不曾導演說病 就是突然過世 會不會很心疼 就是導演跟他的家人 呃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明導合作過 那當然 呃 第一時間看到也會去 就是覺得蠻遺憾 那因為我跟 曲哥曲手還蠻熟的 還有康哥啊 所以呃 對明導的認識 都是從他們的嘴巴裡得知的 就還蠻遺憾的 明導的事情 就是 你有沒有跟著做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對 然後 我們有在一個群組裡面 打羽毛球 這段時間 年前還有跟大家一起打 打過那麼兩三次 但是 也 就遇到了 這個 沒 沒辦法 但我們比較心疼的是說 他在這樣的一個 就在過年期間 又在剛 喜得 一堆 這個植物 我們覺得 他 一定不好受 但是我覺得辛苦的是 留下來的家人 對 希望這個身邊很多朋友 應該都會 互相的來 來協助 人生無常